来 换一下 继续 没开工呢 没开工呢 说吧 来一碗兰州拉面 拉细点 拉上面来一份 不行 那它有油 我的是同一家面馆的 还是几个面馆会竞争 来 换一下 林姐第一棒 请看题 好难 这也难了 这个我觉得 但也不一定 就看这个是考验 就看他们的那个团魂了 我已经够奉献的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应该 这 这死也猜不出来的 猜得出来 这能猜出来 这不可能 能 还差你一个人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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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来 你走 走 什么 可以 可以 人不用过安全 行李过就行了 这什么 来 来 单子 我们到前面去 你怎么破坏我们的作品 你怎么破坏我们的作品了 来 来 来 单子 我们到前面去 你歇着 你歇着 大哥 歇着 我哪在啊 我哪在啊 我是作品啊 好 猜一下是什么 其他人不能给任何提示了 这个 这个是啥 就像那个 那个超能陆战队里的那个 大白 你都这样说了 肯定不是 他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吧 可能 看特征 看这个特征 哦 小羊有灰太郎 这个 好吧 要一臂 倒死了 就我 就我没动他 这是我 好 结束 最后答案是 三 二 一 来 最后答案是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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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那腾哥是那个大头儿子 这不是小头爸爸吗 那腾哥为什么在那个传统带上 为什么啊 下期 下期 这个看看队伍里边 还有 这还有其他很不错的小伙子 还有其他很不错的小伙子 还有其他很不错的小伙子 完了 这会儿就想起来 对不起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王牌下死 快 给你三秒钟 佩礼道歉 我 中 我 游 游心的 对不起 大家 游中 游心 他们叫什么弹团来着 什么弹团 时代少年团 什么弹团 时代少年团团团团 一块就是文工团 知不得 让文工团使了 来 换一下 期待杨迪老师的作品 给余淑欣捏的 不能太过分 来啊 请看题 这个好 这个也不太好捏 我的妈呀 你这是带着丝粪 这就捏一个刚才 我那个就好了 然后捏一个桌子 哎呀 你真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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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乱你的思路 没打乱 但是 哎呀 这弄不出来了 算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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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根缝 两根缝 不是眼睛是两个缝 可以把孙岳捏到旁边 可不可以 还得看人家月月自己的 你看 哎 对 你看 哎 对 你咋 担起了个炉灶 来不及了 你别给它揉了 月月 这可难 你这可难了 这很艺术 这是雪山上的一条狗 好形象啊 余树心 这个很容易猜 对 这个你要猜不出来 哎呀 这个真的很简单 你到前面来猜 队友不许跟过来 这是什么 蓝猫淘气三千问 这是蓝猫淘气三千问 不对 不对 五 猫抓老鼠 一 发字 细节 注意细节 注意细节 这确实有点像只猫 大耳朵涂兔 不对 蓝精灵 不对 你肯定看过 他在睡觉 哎 这个睡觉也是个细节哦 对 他有可能不是在睡觉 有可能他眼睛本身就那样 牛魔王 很接近 很接近 最后一个答案 我告诉你 无限接近 牛魔王 花果山 水莲洞 铁扇公主 三个字 铁扇公主 牛魔王 他眼睛有可能不是在睡觉 不是动画片里的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人 最终给一个答案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人 牛魔王的大名 牛魔王的大名叫月云鹏 对了 他不认识他 他不知道你叫月云鹏 他不知道 可能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月云鹏 谢谢 谢谢 这一轮游戏最终双方打平 好 只看不过瘾 那就下载会玩 APP 随时随地 都可以玩到王牌 同款聚会游戏 常说每个年代 都有属于自己的国漫的经典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上一位 花花90后的小伙伴 他们将会合作 带来一首90后00后 心中非常经典的动漫的主题曲 让我们有请上闪光乐队中的 天空鼓手胡宇童 来 胡宇童 王牌对王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鼓手胡宇童 来自闪光的乐队 谢谢大家 欢迎胡宇童 你今天扮演的是 今天扮演的是 斗罗大陆的奥斯卡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花花和胡宇童 带来这首无数人喜爱的 斗罗大陆的主题曲 《破检》 如果在噩梦中睁眼 迟遍着残忍的世界 风不动了谁的心弦 留恋去来不及告别 如果继续几种残烈 无趣在涅风中破茧 就算那剧已被撕裂 重复到时钟身边 牵你手 往前走 黑夜白昼 不停留 辗转是不会挫伤 会心痛 愿奋若去战斗 三角英雄 探索 探索 乱影斩不休 挥手 你在我左右几回 命运的诅咒 当不是无朽 无魂 再到森旁涌 守护 你将不用拿包 未来如空流 写不从最后 当现实无有可逃 绝望将希望缠绕 也依旧无所谓的笑 无座吹雾 右手的操 双声的夜演出桥 倦逐风声 千招拆招 抬头 乱离战不休 挥手 你在我左右几回 命运的诅咒 让不时不朽 无魂 再把思考拥 守护 你一枪不用拿包 未来如空流 写不从最后 当现实无能感到 绝望将希望缠绕 你依旧无所谓的笑 无所谓的笑 从水不游手的操 双声的夜演出桥 绝望风声 千招拆招 也不从最后 王牌自护 卓瑞不凡 飞鹤心飞番 卓瑞含如铁蛋白 和十倍益生菌 给宝宝王牌自护力 接下来进入飞鹤奶粉 王牌卓瑞自护时刻 花花听到现在有什么想 向黄岛求教的吗 我就想知道动画里面 有那种面部表情的设计 它是要请专门的演员 来去演吗 我们每个动画师 他工作里面都有个镜子 他每天都看着这个表情 去挤眉弄眼 去看看这个表情 然后演不同的版本件 我去挑 觉得这个才对了 我们才开启技术 在倾斜节起 最后一个镜头 小青 我们是花了最多时间 去表现它 因为这个镜头 是最能表现 他们连姐妹 去重逢的一个镜头 这个很难 很多层次的细节 对 那个版本是做了五十多遍 动画师 他一直在演 他也要哭 不能哭 不能哭 去全摸这个情感 这个动画师 他已经做得麻木了 他说导演 我都不要该怎么调了 就我们在这看的时候 都哭了 就觉得哎呀 对了 因为我们都觉得被感动 刚刚只看那么短短的瞬间 都有挺感动的 就有那个情绪在 我们希望他去演一次去感受这个人物 狗也有人演 我们走吧 右上角就是我们来为动画师 去先演出来 他做出来才为观众觉得 这个角色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动画制作当中 不仅画面很重要 声音和表情也很重要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就要考验你们对于声音的运用 让我们进入下一环节 绘声绘色 这个环节绘声绘色 我们就考验一下大家 专业配音一些基本的功底 我们要特别邀请到了 另外一位专业的配音导演 唐叶王牌 来给大家呢进行一下现场指导 Vivo王牌时刻 让我们欢迎著名的配音导演 江广涛老师 欢迎 欢迎 实力见证王牌 时刻记录精彩 Vivo王牌时刻 欢迎 江广涛 著名的配音演员 配音导演 入行28年 先后参与了多部经典动画 影视作品的配音 痛苦有时候是好东西 同时还担任诸多影视动画的 配音总导演 给观众带来数百步 筷子人口的经典影视动画商品 你怎么知道你身体还好啊 大家好 我是配音演员江广涛 江老师 心爱爆门 讲述讲述 您觉得这个动画片配音 和平常的配音 它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特点吗 其实这两个区别非常的大 我们这动画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台词 通过台词 你要脑补出来 这个人物的表情动作 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出来 画师呢 再根据这个声音 再来这个调整节奏 而且往往这个环节 还不止一次 我们最后 这叫中配 中配结束之后 动画导演拿着这个片子 再回去 再让画师 把他所有的口型 都给吻合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 交替进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样 今天江老师来到了 我们节目现场 罢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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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